新竹轮胎行纵火案烧死了八条人命 这场绝情的火 究竟烧出了怎样的法律问题呢 让林律师带你来了解 欢迎收看 是在哈喽之律师来断家务事 我是林郑菊律师 新竹地区有一家轮胎行 前一阵子发生了一场大火 调查原因居然是 这个轮胎行老板的二儿子的纵火行为 造成就是八条人命的死亡 而这八条人命啊 都是这个二儿子的至亲 其中啊还包括了 他自己的三个小孩 还有他的太太 以及他的妈妈 都丧生在这场纵火案当中 那起因就是啊 金钱的问题啊 跟他的爸爸起了争执 所以他一气之下呢 就去买了汽油 就回来洒在一楼的家中 那有这个机车停在一楼 于是火事很快地蔓延开来 他这个情节的状况 真的是让社会非常的震惊啊 那我们就会好奇咯 这个在这个法院的实务里 究竟啊会怎么样来处理 像这样子的一个刑责的问题 究竟会不会判这个 放火的二儿子死刑呢 又或者有可能是无奇徒刑 就是说实务上啊 法官在处理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 会考量的因素主要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他犯罪的动机 以及他犯后的态度 他有没有悔过啦等等的 还有就是 他这个杀人的故意啊 是不是直接的 是直接的话 就有机会判处死刑 那另外呢 就是有没有精神障碍 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些 跟纵火案相关的历史事件 来看一下 实务上到底怎么样来认定 这一类的纵火案件 会判处死刑还是无奇徒刑 那其中 汤景华的纵火案 那个时候呢 他去烧了这个 他讨厌的那个丑家的骑楼机车 因此啊 造成了六个人的死亡的结果 那其实呢 前面的历审 一审跟二审的法院呢 都判处这个汤景华是死刑的 可是到了最高法院啊 居然被翻盘 就是改判成这个无奇徒刑 那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也是啊 这个最高法院认为 在两宫约的这个 直接的杀人故意啊 是不具备的 也就是说 这个直接的杀人故意呢 主要是要最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才会被认定是要判处死刑 但是汤景华的程度还不到 顶多只是一个 间接的杀人故意 所以呢 就改判了无奇徒刑 定验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台南名医之子 曾文彦 他的这个纵火案 当时呢 他去烧了那个 真理家族的这个前辈堂 造成了七个人的死亡的案件 那其实一审法官呢 也是就是很生气 觉得他犯后态度 非常的不好 因此就判了他死刑 可是到了这个 台南的高分院呢 法官呢 他就认为说 这个曾文彦呢 其实啊 他从小 他就有这个严重的 社会的心理障碍 也就是有精神障碍 所以呢 也不符合就是两宫约 里面讲的 应该是最严重的罪行 因此就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啊 考量到有利于这个 被告的状况的量刑的因素 因此呢 也是就是改判成这个 无奇徒刑这样子 另外呢 还有一个有名的案件 就是翁仁贤的纵火案 那翁仁贤呢 他已经被这个判处死刑定验 而且已经枪决都执行完毕了 那这个他犯罪的情节 主要是因为他不满呢 自幼好像受到父母啊 兄长等等这些心理创伤 所以就在有一年的除戏业呢 他一样是买了这个汽油啊 去洒满了全家 造成了这个全家的至亲 六名家人的死亡 OK 其中还包括了他的父母亲 那他的犯后态度呢 是非常的不好 他留下的遗言啊 居然还说 要再追杀这个家人 好几个轮回 所以呢他被判处了死刑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回到这个 新竹轮胎行的纵火案来看呢 这个二儿子呢 他未来会被这个起诉的 暗游呢 主要是有几个 就是放火 还有杀人 以及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 纵火案造成的这个死亡结果 八名全部都是他的至亲 其中呢 四个是小孩子 那四个都是父母 这个逃生能力的状况呢 都不是太好 那再加上呢 这个二儿子 他其实都是跟这些家人住在一起的 住在这个两层楼的建筑物里面 也就是说呢 就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来讲 纵火犯呢 二儿子 他是非常清楚家中的格局 他知道说 当时家人应该都在楼上 所以一定会有逃生的问题 那如果他之后啊 要去辩解说 没有啊 我只是去恐吓他们 可是你要知道 恐吓的行为 跟杀人故意的行为 在法律的调查上是分得开来的 首先呢 他去买了20公升的汽油 一般恐吓的行为是不会去买20公升的汽油 顶多就是这样一杯 或者是宝特瓶这样子的分量 但是他买了20公升 然后他买完回来呢 是泼洒在一楼 他们家的一楼 而一楼上面呢 还停了这个机车 机车里面其实又有这个汽油 他还洒在这个机车上面 所以我认为这个犯罪的情节上面来讲的特殊性 以及呢 他杀害就是他的妈妈 是直系写信尊清楚 这个在罪责上面啊 就会从杀人罪加重到二分之一 所以他所违犯的这个罪名也是比较重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未来到的这个法院的实务在审判上面呢 这几个点我认为都是很关键 会不会判处他死刑 这样的一个考量的部分 除了这个刑事上面 刑事责任啊 会制裁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会去制裁他呢 那就要回归到就是说 我们民法的规定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有特别说 是一个丧失继承权的室友 也就是说这个二儿子啊 他其实本来哦 是可以继承到妈妈的财产 还有他的这个太太的财产 但是因为呢 他们这个两位的死亡呢 都是基于他的犯罪行为 他故意纵火 然后造成呢 这两名被继承人的死亡结果 那未来呢 一旦被法院呢 宣告是有罪的状况之下 因为依照民法的规定 他就不能够继承这些人的遗产 他就被剥夺了这个继承权 那以及他的爸爸 他爸爸虽然还没有就是死亡 还在世 逃过了一劫 可是呢 他当时纵火啊 应该也是想要对他爸爸是不利的 这样一个状况 那纵算是他爸爸没有死亡的结果 如果爸爸去天堂了 他还是会丧失对于爸爸的这个继承权 不能继承到这个爸爸任何的一分遗产 那我想这个就是 民事责任上会对他做的一些制裁 好 像这样子纵火案的犯罪行为呢 其实在法律上都有相对应的制裁 但是其实林律师在这边呢 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哦 去杜绝这样的一个人伦悲剧的发生 在这个家人之间啊 牵涉到这个金钱的议题的时候啊 我认为还是要好好的沟通 父母亲的这些规划 到底原因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产生 以及啊也可以就是运用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像信托啦 还有这个生前的特种赠予 以及立下这个笔主 那将自己的这个财产安排规划好 这样子啊相信呢 在家人之间呢 好好沟通过后呢 就可以避免这样子一个人伦悲剧发生哦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方爱心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哦 是在哈喽 每周二、四、下午五点 Light Day准时上线